好 亲民党需要大家的鼓励 亲民党需要大家的支持 亲民党需要大家付出更多的爱心 来培植台湾第三势力出来 能够让台湾远离蓝绿恶斗的这个梦怨 原本在这个宋楚瑜先生 各种的媒体的这个民调里面 几乎都有在10以上或者是在15上下 那么宋楚瑜先生的民调如果是如此 但是在已经超过了两周 目前联署虽然没有公布 但是是不是没有超过 连10万都没有超过 这跟未来的103天 总统大选是息息相关的 大哥我向你报告 上个礼拜我在友台 谢律师节目里头 我第一次说恐怕连门槛都过不了 不过我那时候讲 你根据什么呢 我是从各个方向去推估 就是说比如说跟四海游龙比较 比如说跟当年比较 有各种不同角度可以比较的 这个单向的比较不太可靠 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方法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25万8千对他来讲 我觉得是相当的困难 不过我平常讲上个礼拜我讲的时候 心里头还有一点虚了 但现在我觉得我心里头是相当的笃定 我觉得他恐怕是过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现在已经第三天过了 总数是45天 如果我们假定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他那个形势的强度 是一直维持平... 就是都是一样的高的话 今天他起码应该有7万票 但是如果照一般的情况是开高 然后缓步走低的话 那他今天起码要有10万票 所以其实宋主席这一年 还很不错 如果不在7万到10万之间 那这样门槛20万8千过不了 这宋主席先生是... 你们有没有跟他说实话 还是宋主席先生 知道这个状况 但是还是依然非常坚定 100% 那么不是说参选 100%当选定了 宋先生掌握实际的情况 不需要我们跟他做报告 他掌握实际的情况 宋先生参选的脚步 一直马不停蹄 这个所谓的26万的关卡 绝对拦不倒他 26万的关卡 我们要继续努力再往上去冲 冲出让大家认为说 对 过去2000年 你连署了6个月 连署了100多万份 现在你连署45天 是不是能够过多少 这是一个指标 各位看台湾的选举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什么最后一次呢 如果大家良心发现 这种连署是属于 不避密的投票 我们的选举是要避密投票 不可以亮身份 是吴记鸣的 这个选举等于是记鸣的投票 相当程度是这样子 所以也许是最后一次 不是 他说以后要修改掉 以后修改掉就没有连署的制度 你只要交了起保证金 你就上去让人家有选择的机会 透过连署的这个动作 假如连署不缴交身份证 那我就没有意见 缴交身份证 是破坏秘密选举的原则 所以只要当选的人 有这个良心 就应当修改掉 所以郑士先某种程度上 你是回应就是说 这的确上连署碰到一个 蛮大的这种困难 所以这个是连署 我目前的这个过程 但是宋先生也在2000年联署过 不过您刚讲说这个需不需要公布 当然是一个这个策略 不过政治人物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所谓呈现也好 真诚也好 就告诉社会大众我目前的这种状况 但是我的看法跟大家的看法大概不一样 因为我亲自连署过 这个连署我早就讲过了 45天前一个礼拜 大概就是不到每天不到1000人 形势起来的时候慢慢的增加 到最后你说要100万 我认为都不是大问题 也就是说你到44天的时候 可能一天就已经500万了 所以说现在说两周十万 我简直认为那是莫名其妙的事 不可能的 两周如果有10万的话 那45天早就破300万了 不对的 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 大家不要急 现在要看宋贤神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不是只看他两个礼拜的表现 所以说我在看 这里面有很多关键地方在讲 国民党怎么反应 民进党怎么反应 包括宋正宁怎么反应 在我来看 两个礼拜呢 只要能够有2万票 就已经过关了 慢慢滚上去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急 现在要看 我好奇的是说 这个宋主义 莫名其妙就有15%的支持率 民调上面 因为哪一就表现不够好 才会有那么一个支持率 只要宋正宁操作得好的话 我认为45天之内要破100万 这是座高尊先生的这个判断 是 好的 因为第一天说3万4万 给很多人无限的希望 如果第一天真的是3万4万 45天成程 是100多万 签名长自己公布的 随便 只有第一天有公布 第一天说3万到4万份 他们也没有一个很精确的数 就是3到4万份 这样的话百万是指日可待 刚刚郑胜兄也引用了宋淑儀主义上礼拜讲的 我请大家看一下 这位是沈富雄一事的同学 叫林瑞雄 林瑞雄那时候说什么 说没100万我没算 我现在呼叫林瑞雄 你不要再闭关了 你躲什么躲 出来 出来讲 说你想说没100万你没算 那刚刚为什么又变成26万呢 就照陈正胜委员讲的 大约的一个出估的一个数字26万 林瑞雄是不是马上自打嘴巴 说我没100万我还算 真逼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要看清楚说 是谁在虚张声势 是谁 是谁在敲铁打鼓 我现在多少人我整趴整趴 这边缺五趴 那边缺五趴 我就做总统 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最后要沈医师说的 沈医师的研判 可能过不了 这点我尊重沈医师的看法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对张志梅先生 庄天君和阿姓 你们都在看电视 较快 就冲沈医师这一位 绝对厉害 怎么办一刷 所有对沈医师 多大的人都出来签 是谁是 说真正的 我讲一句真话 真的连数过的就是我 我在19 就是民国76年之后 79年的时候我要选 民国78年了 我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不提名我 我就说我不想当立委了 我说除非雲林县的选民要我要选 你知道吗 我说如果没有2万人联署 我不想 在雲林县要联署 对 最后你想突破了 要盖 要盖章 可是这个刚刚讲的虚张生死 虚张生死 基本上也是一个选举的策略 但是现在对社会大众 唯一的来讲说 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 你总是要跟社会大众 一个交代更清楚 因为民众的确还蛮关心的 宋楚瑜先生 这是一个民调 如果这是最新的一个 这个台湾太平洋发展协会 有刘英龙教授主持的 不管他有所谓的这个色彩上的 这个问题 但是即使三个人 马无配是33.6 英家配就是29.8 如果这是两个人的话 他们说只有还有7个%的差距 两个剩三组的话 那么就只有3%的那种差距 所以当然关系到 这样子 我想这个事情 可以用观察跟经验 来看出一些端倪 假如有10%以上的民力支持度 理论上 要是拥有30万以上的联署 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 应该不是困难 因为在台湾要拥有 10%以上的民力支持度 那也要秤秤精良跟分量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整个人死的感觉 气氛不太对呢 是不是可以指引 再度的再间接的证明一件事情 这10%里面 有来自很多策略性的诸词 就说我是支持你 拿给你表达 但事实上我要不要投票 投票真正支持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可以再做一个佐证 第二个 所有参加选举跟做生意 有个最不一样的地方 做生意掩齐席鼓 看得到就不用敲楼打鼓 但是搞政治 尤其搞群众运动 刻意低调就是有问题 绝对是敲楼打鼓 恨不得人家来捧你 恨不得你可以被人家捧 这是一种造势的行为 但是当他刻意低调的时候 就有问题 为什么 第一天开始联署的时候 那摆出来的架势 摆出来的正式 摆出来的感觉 不就是要万民拥戴的味道吗 不就是要一鼓而上的味道吗 但是事实上的结果不是这样子 低调了 低调到简直不行 更可怕的另外一个情况出现 不断的在解释 为什么我要这么低调 不断的在解释 为什么气势没有那个样子 不断的在解释 我有潜在什么 当不断的在做这些解释的时候 在我们的看法里 他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会不会过 我相信是会过的 假如先生三个字出来 宋楚瑜上次 还连数都不过 那这个太残酷 我相信是会过的 但是会不会当前 那是另外一次 但是照目前这样的方式 会不会过 难怪 都让老沈在那里 一例大半点 沈副雄前委员 特别强调的 上个礼拜就已经初步判断 宋楚瑜先生很难过 所谓的25万725万8到26万 但是实质上是不是会这个过 还是说宋楚瑜先生 从头到尾 这牵涉到跟民众一个真诚 你说我要参选到底 那么民众在期盼 对很多人在期盼 温佳先生 我的观察 連署不如预期 那么热情 我觉得宋省长自己要负 100%绝对的责任 我们之前也讲过 他一手拿点火 打火机在点火 可是一手又拿灭火器在灭火 一方面删大家的激情 可是一方面又把大家的热情 自己把它解冻 把它冷冻掉 这就是宋楚瑜省长的矛盾 我自己在基层观察 或许陈委员说 我有点见术不见你 但是我的感觉真的是 美下欲况 亲民党要加油 我不是在笑亲民党 台湾需要一个 有意义的第三势力 他或许注定失败 但是他必须光荣的失败 要让第一跟第二势力知道说 你皮给我绷紧一点 不是你们两边说了算 不是一个负责包三 一个包海 但是为什么对这个 有期待的第三势力 我的批评是那么样子的难堪 因为你真的不像第三势力 你反而像第一第二势力的什么 丑陋的精华版浓缩版 他们两个干过的坏事 你还拿来加起来再做一次 包括您刚才不断的重复说 您对于说 连署的不如预期那样 说因为工作的因素 再加上心理的因素 什么样子的心理因素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任何连署的心理障碍 是共和国共同的敌人 把它收出来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算我一份 抓这种白色恐怖 我的热情比谁都高 但是如果今天整个 所谓第三势力的亲民党 还学着国民党 民进党那种政治语言 比方有的说 没有的说 含着含着 这哪算第三势力 你的热情怎么继续点燃 今天一句话 光明磊落的跟社会大众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最后终于还是会端出数字 来跟大家见面 上礼拜我曾经在本节目讲过 德川家康为何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涛哥也跟我讲说 宋楚瑜不是德川家康 但我话没有讲完 德川家康之时会赢得最后胜利 他是用了孙子兵法的这句话 急如风 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今天过去的情况 有太多太多的批评謾骂 加注在宋楚瑜身上 好比急如风 但是宋楚瑜 徐如林 黎木撼动了一下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根本 现在国民党开始拔装了 前脚走后脚就跟进来拔装了 这叫做侵略如火 但是宋楚瑜不动如山 一定要赢得最后胜利 当年的德川家康的实力 不是第一 也不是第二 他冲击量只不过是老三 好比今天的宋楚瑜 他也不是第一 也不是第二 他只不过是老三 老三有他的策略 老三有他的智慧 老三有他的强烈的技术心 最后还是会 不是 重点 台湾现在已经看了太多政治人物 过去搞青年三个事 每次一讲就这样 这个来 把宋楚瑜是不是德川家康 就吵在那边一次 但是你看他挤的例子有点错 这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风铃火山这四个字 是武田信贤用的 绝对不是德川家康 我简单来回应一下 惠文跟朱高正的讲法 我觉得惠文今天晚上很有趣 因为他刚刚刺激 蒋天君 阿星这些人要冲着我 要做给我看 快去拼 我觉得他是咬着舌头在讲 但是在逻辑上有不无 也可以想得通的道理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森律极度的人 森律极度的人 是当年修理我最凶的人 我现在有观察到说 愿意出来挺宋楚瑜的绿营的人 就是当年冒我最厉害的人 但是这些人有他的特点 这些人就是我会说很大声 不不呢 没有几天到的那个功力 就算了 瞬间就说 所以你今天说 为着冲着我来 我已经没有那个能量了 而且这种间接的刺激方法 帮不了忙 所以我感觉你是在说话 但是朱高正刚才的讲法 显然跟我们这四位的讲法 是不一样 那谁对谁错 我觉得朱高正 把他自己跟宋楚瑜相比 我觉得在情境方面 在时空方面完全是错误的 我觉得他跟惠文也不相上下 他都嘴巴自己在讲 我觉得他一定是反讽 如果不是反讽的话 我是很怀疑朱高正委员这几年 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势 为什么呢 因为朱高正他讲了一个字很关键的 就是滚 他当年就开始的时候没那么好 但是一路滚 一路滚越滚越大 就好像在滚雪球一样 宋楚瑜先生这一次 连滚都滚不动 而且他每次就说 我们下个礼拜有什么动作 我们再下来有上千人的 都没有动静 都没有动静 还有他们本来说 我们不需要每天公布这个数目字 我们又不是在卖录影带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好的话 一天一次 一天两次都可以的 但是后来他们发言人讲 十天 十天给你讲数目字 今天是第十三天 那刚刚你注意听的话 陈生生委员刚才讲了 最后一定会端出来 十天不端 最后到底是第几天 是第45天吗 还是第20天 重点就是最后会端什么 我们稍微回来再请教这个朱高正先生 白马王子跟公主 从此过起幸福快乐的日子哦